公司还预估这种至亲的技术的成本 到了2030年 还有机会进一步降低86% 现在假设你要投资台湾的至亲产业 最好不要只看那些单纯在台湾发展的公司 而是要把目光放远一点 是有和外国厂商充分合作的公司 这种公司因为已经获得国外大厂的认可 如果未来后我们顺利发展轻能的话 自然也会受到国际上的注目 获得大订单的机会也会跟着大上许多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探索下一站我是颜希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亲能 亲能到底有多了不起 之前在我们节目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集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亲能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庞大 全球目前都在积极发展亲能 所以得亲者得天下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办法在这之中抢到一席之地呢 又有哪一些台厂有这个机会呢 来赶快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跟着我的脚步一起看下去啰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后 2050的近零碳排 现在是各国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永续能源 哇什么是永续能源 顾名思义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嘛 像是水啊空气啊就是这样的存在 而氢能就是在空气还有水之间互相循环的产物 然后呢将水电解成氢气 再用氢气发电产生水 借此后可以达到哇 源源不绝的永续发展 也因为这样氢能被称为终极的捷径能源 市场对于氢能的需求也是不断的上升 这点呢我们从国际氢能委员会的市场预测 就可以看到到了2030年以后 氢能的需求哇可以说是不断的翻倍再翻倍 主要的应用领域呢就在于交通还有工业能源上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现在都已经有氢能源车在路上跑了 那工业呢本来就是需要消耗很多能源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氢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功用 那就是除能比方说太阳能风力发电等等 因为有着不稳定的发电特性 他们发出来的电也需要储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氢燃料电池的方式 把这些电储存起来 及时提供备源的电力 那这样的循环模式呢势必后也会成为未来相当重要的发展趋势 所以啦面对现在这么高的市场需求 氢气的供给当然就是目前最需要处理的问题 也是各国政府积极发展的领域 像是欧盟开始呢积极寻找民间的氢能伙伴 就像以前很多科技业会抱团发展成细股一样 欧盟现在呢也建立他们的氢股计划 而且政府本身也投入非常高的预算在氢能制程跟研发上 毕竟呢他们现在跟俄罗斯吵架 天然气就被断了 还被美国趁机割韭菜海削了一笔 使得欧盟现在必须要全力发展新能源技术 而氢能就是他们十分重视的一环 另外呢像是美国、中国、日韩这些国家 也透过法案跟辅助 帮助产业进行氢气的生产设备与基础设施的建制 至于我们呢其实也不遑多让 在工研院制定的2050氢应用发展的技术蓝图中 他就已经讲到要将再生能源电解产氢的系统 作为国内自然氢气的重点技术 而且呢我们台湾其实本来就身为半导体产业的顶尖强国 制程中本来就会产生很大量的工业废氢 啊这个后其实没什么好骄傲啦 但是如果呢我们把这些后气体回收起来 然后利用电化学反应 将废氢燃料转换成电力输出 哇这不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吗 总而言之呢在未来氢能需求快速增加的现在 谁能提供大量同时呢又符合经济效益的氢气供给 就有资格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霸主 这边呢我先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 目前氢气主要的三种取得方式分别就是灰氢蓝氢还有绿氢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我们之前的影片来看 那简单来说灰氢和蓝氢都会产生不少的碳排 那算是呢现阶段后权宜之计啦 只有滤氢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环保 而且未来呢一定是主流趋势 但是后这个滤氢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 很贵非常贵 这个后在我们现在凡事讲求金钱的资本社会中后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其实就跟我们工作一样假设事情轻松又可以准时下班 可是偏偏薪水低到养不起自己 当然选择换到高薪的工作对不对 那就算高薪的工作做起来又累又烦老板又挤车 可是呢总是看在钱的份上你还会继续咬牙做下去嘛 那滤氢现在就是这样的处境 成本高到几乎没办法作为商业使用 所以才会有灰氢蓝氢的存在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未来都是会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后在过去五年里后用来生产滤氢的电解槽 还有再生能源成本就已经下降了50% 根据后市场的预估滤氢成本将在未来十年中 进一步下降60%以上到时滤氢就有可能完全取代灰氢 整个氢能源市场也会比现在扩大八倍以上 这个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已 最近德国能源技术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 因离子交换膜电解槽 这个的主要用途就是将再生能源的电力 还有水转换成滤氢然后储存起来 能源业者也估算了这种用电解槽至氢的成本 大约一度电是0.4美元换算台币大概12块 这个后对比整个欧洲高达39-48元的成本 明显便宜了不少 更何况公司还预估这种至轻的技术的成本 到了2030年还有机会进一步降低86% 而且再看回它的一台机器 其实小小的也不算贵大概台币26万左右 目前已经在台南的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投入了20台展开应用 希望在2024年实现大规模的量产 未来一旦成本够低规模够大 台湾的相关产业也会引来更大的轻能市场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台湾现阶段后 在至轻的产业投入相对其实少了点 所以这里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现在假设你要投资台湾的至轻产业 最好不要只看那些单纯在台湾发展的公司 而是要把目光放远一点 拥有外国厂商所需要的技术 或者是有和外国厂商充分合作的公司 这种公司因为已经获得国外大厂的认可 如果未来我们顺利发展轻能的话 自然也会受到国际上的瞩目 获得大订单的机会也会跟着大上许多 那首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康书 他就是人保集团的子公司之一 也是全球前十大交换式电源供应厂商 公司去年在消费性电子高库存以及需求衰退的情况下 营收后其实开始走低 但是随着库存去化逐渐完毕后 董事长许介立其实强调 从第二季开始营收将会逐迹增长 而且全年营收维持年增双位数的百分比 这个自信其实来自于三个面向 首先新收购的ABB旗下的电源转换事业部门的百分之百的股权 这个会强化康书的产品组合 而且抢进电信还有资料中心的市场 还可以拓展美国客户的版图 那第二点呢 企业电源除了原本的客户外 又多了伺服器的客户 所以预估营收可以年增15%以上 最后呢就是身为大客户 美国的轻能源设备领导厂商ENERGY 他今年营收预期能增长25个百分点 而且呢康书作为他们电源转换器的供应商 营运当然有机会跟着同步增问 而且呢不止今年 ENERGY呢去年就表示后 随着绿能的意识抬头 未来10年的复合增长率将从原本的25-30% 调高到35-35% 这也意味后康书只要能一直站稳 ENERGY的供应商的角色 这个部分的获利就会越来越大 那不过呢说到这家ENERGY的公司 不得不提一下公司的发展时候 他本来啊是一家引擎的公司 负责呢协助后NASA开发在火星使用的电池 哇火星耶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喔 BUT听起来很厉害 但是不赚钱 一直亏一直亏 公司 也没办法一直忍受亏损 只好开始转型卖电 也是在这个时候呢 康书研发出燃料电池的电源供应器 让ENERGY非常的满意 之后呢 两家公司建立了比较好的互动 而且九年来一直合作无间 因此在氢能源走入市场以后呢 不再只是为太空使用的小众产品时 ENERGY呢依然选择康书作为他们的供应商 那在2021年呢 与南韩的SK集团签订45亿美元的大订单的时候 康书几乎也独揽了所有的订单 这个已经奠定了未来多年 公司未来多年成长的基石 那公司呢目前营收主要来自四个大的事业体 由于消费性的电子上半年后 大家都知道库存序话这里还没有完毕 加上笔电需求其实是减缓的 导致呢金属冲压这一块需求会疲弱 那因此呢今年营运成长的关键 应该就是来自于相关像企业电源 还有新能源的订单的增长 那这两个事业群的毛利率其实都比较高 而且呢都是像AI、轻能源或是车用这样的长期需求 所以从这点来看后今年的康书 不止有机会营收增加 毛利率呢也会随着产品调整优化 有机会冲破20大关喔 那另外一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联华投控公司集团这个业务很多 除了占比最高的食品工业 食品工业就是我们常吃的洋芋片啊 还包含像IT、食用化学、工业气体这些 其中它与德商林德集团 共同成立的联华气体 这个是台湾最大的工业气体制造商 工业气体呢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为工业基础的原材料 虽然呢它的市场不是很大 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因为呢没有它整个产业链就转不起来 不过这些技术虽然很重要 获利却很有限 所以过去一直都是配角一样的角色 联华投资它呢一开始 其实只是基于自己食品大厂的需求 还有台湾够多的半导体厂可以支持 但是呢随着后近期的氢能源的需求扩大 公司也开发出新的市场 因为本身就有制氢能力的技术累积 去年联华集团就与美国氢能源车厂 合作开发氢能源商用车 近期呢又跟核泰车合作 签订了氢能车先导释放的合作备忘录 不仅呢引进最新的氢能电动车 也将在今年建置全台第一座的加氢站 一起落实后台湾氢能的发展 除了它的业务后不断的扩张 公司呢也吸引其他的资本共同的合作 就像今年初好了联雅科技 就打算与联华气体合作 投资210亿元 不只呢让联华琳德扩大低碳至氢的技术 为台湾各大产业提供目前最先进的环保的蓝氢 同时呢也能加速发展滤氢技术的应用 因此呢我这边认为持有50%的联华偷控 或许有机会母瓶子柜 在氢能源高速发展的趋势下 凭借着联华气体增添收入喔 好啦那看完今天的节目后 最后想问观众朋友们 你对氢能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问题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未来呢我们还会介绍更多 关于投资理财的产业相关讯息 喜欢我的节目的观众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而且开启你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喔 探索下一站 我们下次再见